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恐怖主义 上次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塔利班绑架韩国人质 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在千军一发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焦点 就说塔利班杀了两个男的 他下边要不要杀女的 这是决定塔利班以后分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 结果塔利班没杀女人质 就最后谈判顺利解决 所以发言人也穿上红衣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就预测到他是不可能动女性人质的 不可能的 不符合他的行为模式和他的基本教义 是与这些东西是迪触的 那这现在是不是证明了你的论断 就塔利班他还是个信仰为上的 他们仍然是一个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至少会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塔利班是非常希望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的 而不只是一个现金上的利益或者说只是一个不顾一切 我要出名 或者说就是我制造一个就干一票惊天动地的大事 然后让大家都记得我 他不是简单的这样 他是有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意图的 他很希望重返阿富汗的政治舞台 那叫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塔利班当年不是说你得放我监狱里的人吗 跟韩国谈判 你不放我就杀人质吗 他现在放弃了这个要求 这照咱讲话会不会觉得有点跌分呢 其实从塔利班同意与韩国政府谈判 这一刻起 就可以预言说当时的所有的这些韩国人就已经安全了 因为塔利班不可能向韩国政府要求阿富汗政府放人 他知道韩国政府是办不到的 这时候那个时候 其实我看到这点的时候 我们虽然不是说研究这个主题 但你也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国家去要求他放人 特别是韩国只有210个兵的情况下 他怎么去说服阿富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其实是金钱的勒索 对对对 实际上 但是现在韩国政府否认说没给钱 那个美国好像也帮着说没给钱 我在台湾媒体上看是2100万美金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 但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韩国政府假定韩国政府付钱了 他肯定不愿意承认 因为这意味着跟恐怖分子谈判 妥协了 这是不符合国际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的 那么塔利班来说 他拿到的钱闷声大发财 我刚才要承认这件事情 承认的就变成 就意味着我变成了一个 就跟民国的时候的临城劫车案那些绑匪一样 这是个要钱的组织 他当然也不愿意承认 民国的时候 对 民国的时候在山东临城 有绑架很多外国人和中国的旅客 当时是民国的时候一个大案 是吗 对对对这是中华民国那还是就是这个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年代的事情 那么一件是震动全国甚至是震动整个世界的事情 因为有好多外国人被绑架 中国人绑架 对对对中国人 就是屠材 屠材 他绑架也有责任道义 所以做完了事 对对 因为屠材的绑架是最容易解决的 就是你只要付钱 但是这个就是上一次的时候 就跟他讲过这个道义无道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双方的没有基本的契约保证的情况下 那么绑架就变成了一个风险极高 而收益可能极低的事情 因为被绑架人的这个就是家属无法相信你 你绑架人之后你会放人 那我就没有办法敢付赎金 因为我完全可能我今天早上付的赎金 你昨天晚上已经撕票了 所以恶性循环 对这就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 但塔利班显然不是这样 因为他要这笔钱 他拿到了实惠 那么艾哈迈迪也承认了 我拿到了钱 这笔钱我们要来买炸弹 那还有一点 他要这次拿到了钱 师妹下一次继续这么做 他要立一个样本 如果他这次拿到了钱还撕票 那以后谁还会付钱呢 所以这是塔利班的一个战术 他以后还会这么干 这对全世界的绑匪 也是一个示范榜样的作用 不能撕票 给了钱就不能撕票 这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尽管你放了人 然后对于阿富汗政府和多国部队来说 他一定要报复 西文说击毙了一个 这两天击毙了一个 参与这次绑架的一个 一个部族的首领 那一般来说也就是 可能就是一个小部落的一个头头而已 这个都不是阿富汗这个社会 除了奥马尔这样的大人物 就是他这个执行委员会的大人物以外 其实他大部分的部队 是由那些战地指挥官指挥的 而这些战地指挥官都是一些 小部族的部族长老 就是一个村族 就是一个村子的 可能这个村子的长老的 村长的儿子 领了这么几百个兵 然后加入了塔利班的军队 然后我去为你做事 那当然条件是我要回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说韩国不付钱是不可能的 即使奥马尔不要钱 那些干了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可能不要钱吗 但我很好奇是说 如果到时候 韩国其实没有付钱的时候 他们会撕票吗 会 对女性 那他不会 那他就养着这些人质 他可以以别的条件来提出 提出交换 来一个寻找一个下台阶 你看韩国这些人质 回来也是说 说在那 没有说到什么太大的 不是说 险些遭到性侵害什么的 还有这种说法 就是这种事情 强迫他们改教 就是说 强迫他们改宗这件事情 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 就是有一个前因 就是因为在塔利班看来 或者是在阿富汗的 很多乡村穆斯林看来 这些韩国人 这些韩国基督徒来传教 这是一种对伊斯兰信仰的 极大冒犯 所以他的分析 就是说韩国政府的危机处理 有一个很到位 就在第一时间 我们不是去传教的 就是怕 因为你要说你是去传教的 那所有伊斯兰国家 都没法帮 无法再帮助你 因为这次是有印尼做了担保的 在其中为谈判提供了一个担保 因为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伊斯兰大国 这个意思是说 不把印度算在内 因为印度是 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它不是伊斯兰国家 实际上就说 大多数的穆斯林是生活在印度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质 一回来第一个反应 道歉 就是给全国人民道歉 给大家找麻烦 这是不是日本韩国民族 有了一种负罪感 我们会经常发现 上一次在伊拉克的日本人质 回去以后也是道歉 但这件事情很有趣 按照教会的任务派遣 他们是去传教的 是执行上帝的使命的 那么神的旨意 执行神的旨意的教众 为什么向人的国家道歉 这是一个很有 这是民族性 对 这是韩国人的民族性 即使他是个基督徒 他也仍然首先是个韩国人 甚至我还听说 他们所属的教会 好像表示要赔整个的费 韩国政府也要求他们赔偿 至少你要出机票钱 这是一个多点 跟200万美金 给机票 对 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就是说 好像我听你说 勘压他们这些人质的人 感觉那就真是放下枪就是民 拿起枪就是兵 是的 他们是这样 当时有些什么细节 他是这样 据这些韩国的这些人质回来讲 就是这些人晚上 勘压他们的时候 就是绑好炸弹 拿好枪 然后就勘了他们 然后白天的时候 这些人就不见了 就他们到农田里去干活 换了另一批人来 这些人就是农民 但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一个 塔利班问题 难以解决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塔利班武装大部分人 是来自于这些部族的农民 他们在我们看来 他们可能未经训练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在这些部族 男人只有两个任务 打仗 耕田 或者当然耕田 耕的不一定是农田 有可能是鸦片 鸦片 说老实话 其实以前我到土耳其 跟伊拉克边界 出外景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他们的民族性 是非常保护的 自己这个territory 就是他的领域的 比如说像是 我们有一次要拍一个村庄 但是他们的女人 不能见人的 都要藏在屋子里 然后都是黑黑的包着脸 那我们因为要拍 他们的生活状况 男人都出去耕田了 所以我们就付了一笔 这个桌子底下的钱 所以让我们拍一下 这个家庭的生活什么的 那个人也打保证 我们就去拍了 就还没有拍到 那个女人 只是脸这样闪了一下以后 然后那个 就是他们不是都是土制的房子吗 就泥巴座的那种房子 出来好多的土耳其的男人 然后是伊拉克边境的 那个叫库尔德 我确实的说他们不是土耳其人 他们是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 很凶悍的 然后他们就是拿了刀 然后就出来闪了刀 就开始追我们 我们拿着摄影机就跑 那个情况你真的觉得恐怖 那真是被追杀的感觉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你冒犯了他们的安全 对 你挑战了他们的精力 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得到许可了 对 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不能够接受 或者说你一个外人进入到我们的领域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 与我们的形式信条是不一致的 在普什图人 就是在这些帕坦人 因为在阿富汗他们叫帕坦人 实际上在乌尔都语里 他们叫普什图人 这是同一个民族 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两侧 在他们的道德信条当中 男子的第一信条是勇气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战胜过敌人 但他们不会问你是如何战胜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观念 有一个男子 那么你成年以后要到男子之家去生活 他们是他们在农村是 斯巴达一样 他们在农村是集体生活的 那么只有头人才会到了晚上 就回到自己的家里跟家人住在一起 而大部分的就是普通的男子 在会馆中生活 他只有他会偷偷的溜回到家里 他会偷偷的溜回家去 跟人家家人在一起 然后在清晨的时候 他会返回到男子之家 来表现出他仍然是跟这些男人们住在一起 而且这么一种文化 而且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极强大的战斗力 因为每个人都要在这其中表现出自己有勇气 哎呦天呐 我这不适合去那生活 咱们去一下广告 那我们耕田 轻轻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听见那边的新闻 就在咱们这个文化领域里的我 往往就感觉是什么情况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走的路上就被绑了 你像最近就巴基斯坦官员首次 开始不好意思承认 说多我军威 300名军员 一枪未放 全给绑了 你说这是怎么能300个军员 对 怎么完全没有 只要指出这个地点就很容易 是在南马基里斯坦 那有什么 南马基里斯坦是巴基斯坦的 七个联邦部落区之一 这些生活的人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塔利班的同族 就是普什图人 从巴基斯坦独立那天开始 他们加入巴基斯坦的条件之一 就是巴基斯坦是不能派兵进去的 在巴基斯坦与其他的国家 发生战争的时候 就是克什米尔战争 印巴战争的时候 他们会派出战士 来参加到巴基斯坦军队里面 那么为国争光 去打击敌人 但是你不可以到我这来 那他在算什么 算一国两制吗 咱香港还派驻港解放军呢 但是巴基斯坦这样的是这样 就是说在2001年911之前 巴基斯坦确实在部落地区 一个兵都没有 他是不能派兵的 这是一个协议 而且也是派不进去的 一个是默契 对 事实上你也派不进去 因为你寸步难行 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农民 成年男子都是士兵 他们都持有武器 这是怎么行 枪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每个人都必须有一支枪 对你没有枪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受罪地位的 就像咱们这个藏族人 或者美瓦族人 配戴这个刀一样 这是一个男人的标志 你没有枪 这个巴基斯坦的上 就是巴基斯坦以前 已故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就走到菲卡尔 阿里布托 就现在这位贝纳切尔布托的父亲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巴基斯坦 你不给一个人颁发枪支许可 就是否定他的社会地位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 会造成社会治安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他靠道德 他靠巴基斯坦 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 满天都是枪响 大部分人拥有枪支 他并不使用 这是一种文化 就像印度的西克教徒 一定要配刀 但他并不使用这种刀 这文化是远远流长的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但是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生态 因为在普什兔人的聚居区当中 就是因为土地 大部分是山间的零碎土地 那么它的集中的程度相对比较低 所以形成了这种财产制度 都是这种 都是一个士族为单位的 大家有一部分共有财产 那么一部分私有财产 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那么两个利益共同体之间 难免就会有冲突 他们依靠什么保卫 在这样一个地方 除了圣人 就是一些伊斯兰教先知的后代 他们能够起调停作用以外 那你剩下的东西就是武力 有点像长老的身份 对 就是长老 你现在看出来没有 在这些地方就看到 类似于过去中国大家聊的问题 就是全球化 或者说国家这个概念 为什么有人讲到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了 中国军队开始有了国家军队 这个概念 才有了全民族的观念 对 你过去 你比如说咱们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它是另一种形态 你国家这个词 它是西方来的这种概念 你看他说巴基斯坦这边的形式 这就是感觉他过去有他的一套 他们的治理方式 但是他又要纳入国家的这种 特别是当外来的亲戚来的时候 他的行为就变得不可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 阿富汗的政治永远是这样 就是他的部族关系 决定了他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 这次怎么就就怎么绑的 我很好奇 怎么就就军队300个就给绑 是这样 就是巴基斯坦军队 这就是一个运输队 两个连派 他们是运输 跟当年咱们八路军一样 打你们的运输大队 说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他的运兵过 他的运送给养的过程中 被山民 就是被这些部落民包围了 这些士兵是不可能开枪的 因为他对老百姓不开枪 他对面的就是他们的 他们同一个维押的公民 你让巴基斯坦军队怎么开枪 他们不是恐怖分子 就这些部落民 在我们一听来说 一发生这种事件 就认为这是恐怖分子 或者反政府武装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们就是一群农民 而且是亲戚 自个儿绑自个儿 而且这些人相互之间 很难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 一枪都不打 原来就三百个人 来吧 这普什图人 他是战士 民族性真的很强 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而且英国人 有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就是英国在征服 南亚次大陆的时候 只在阿富汗打过败仗 打过啊 英国人 打三次英阿战中 前两次都被阿富汗人打出去了 这个就是英国 以十九世纪的英国 如日中天的时代 可以说打遍天下 没有对手的时候 他都打不进阿富汗 就可见这些人 但他有一个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 只是因为他们善战 还有一个 就是地形 因为我去过 开博尔山口那个地区 你去过 对于他们来说 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那个是个攀登 对于他们来说 那是走路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他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我也很好奇 那像现在就是说 我要求你们去绑架这些人质 像这些其实平常都是很好的老百姓 他可能他对于这个金钱 因为你绑到的钱 其实也不到我手上 对 然后我要做这些事情 就我完全服从命令 当然当然是这样子 他们不可能违抗自己不足的意志 因为不足对他的压力 就相当于说 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上面做的决定吗 实际上也不是上面 就是这个是他们同同性的人 就是他的爷爷叔叔伯伯 或者是就是他的本人的父亲 哥们弟 他们都是兄弟 对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他们的部族是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 而且当初其实绑架 这个南韩人质的时候 其实也是随机绑架 对不对 就我走到路上 我就绑你了 这种种迹象表明 他是有预谋 是有预谋 有计划 因为什么呢 他们坐那个大巴 后来发现绑完了之后 发现副驾驶不见了 后来一查 这副驾驶说是三个月前 到公共巴士公司来工作 一查他就是那个地区的 而且在路上打过好几次手机 说现在怀疑这个人可能是卧底 派出来的卧底 因为他绑架了这两个民族 这两个国家的公民 他没有办法拿到任何利益 你要么放要么杀 因为英美是不会跟塔利班谈判的 他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那你这个绑架就是 从绑架者的角度来说 直接摆炸弹了 我根本不跟你搞 他不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作为反恐的两个主要国家 他们不可能跟塔利班有官方的谈判 背后的接触可能会有 那是绑其他国家的人 但现在看来照你的意思 他就是屠材吗 如果能够让你撤军 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塔利班 因为韩国已经同意撤军了 塔利班并不是没有其他的收益的 第一撤军 第二韩国所有的人道团体都要撤走 第三韩国不能再派任何传交士进入阿富汗 这三个条件 韩国政府都是同意的 也就是说塔利班不是没有 没有可以像本部族的 或者说他自己像自己信重的东西 他也可以交代 原来妥协的也够可以 我看那个新闻 你知道最近韩国回去还批评他们 那个相当于是不是情报部长 叫情报院 金万福 这人搞个人崇拜 他去谈 然后回来给记者散发的这个事情 解决的材料 记者们一看说 怎么写的像伪人传记 全是他运筹帷幄 好像韩国人也好这口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叶老师像真像塔利班的发言人 而且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其实有点个人因素在里面 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看你刚才讲的那么那么干嘛 那么投入 那么激动 我真想问问你研究这个问题多年了 你是不是心里边对塔利班有一定的感情 这倒不是 我是觉得 就是你当你 不管你去研究什么 你研究一个民族的时候 就是你首先要承认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去 去要求他必须承认 只有我们这样才对 那么对于阿富汗 对于塔利班来说 来说在他的社会经济阶段 可能他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 什么理由 就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塔利班的崛起过程 就会发现 为什么塔利班屡打不灭 屡次剿灭 他都遭受重创以后 还能卷土重来 他有一定的 在他的南部的普什图人聚集区中 他是有支持的 而这个支持 一方面是靠部族的纵横百合 他收买部落长老 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所有的阿富汗军队中 塔利班的军事纪律是最好的 是吗 军纪严明 他的军纪是很严明的 当然这也有原因 他们都是部族武装 他不会对本部族的人下手 这个是 这与北方联盟是不同的 因为阿富汗的敌对者 就是塔利班的敌对者 北方联盟武装 他们不是普什图人 他们是另外两个民族 这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这就很难说了 太复杂了 这个地方 那现在就看来 阿富汗县政府 似乎是不得民心 我个人认为 不是说卡尔扎伊得不得民心 而是卡尔扎伊的政策 能不能传递到 喀布尔以外 所以他管卡尔扎伊 叫喀布尔市长 这不是我叫 不是我发明的这样一个称呼 传说中 一些西方媒体会 就直接就把卡尔扎伊 称为这个卡尔市长 当然这样 这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 很不尊敬 但事实上 确实是阿富汗县政府的命令 如果没有多国部队的保护 他的命令和他执行命的人员 都离不开卡尔 所以消息根本是封锁 出不去的 你的政策不能传递出去 你的政策再好 也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你看他说的这个 你像伊拉克阿富汗这种 你这个西方国家 这么一进去 你会发现真是个烫手的山芸 因为你看你越谈 你越觉得不了解的东西很多 这里边矛盾 而且我觉得他的民族感情的 那个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去 用一种就是说对神明的信仰 或者是对一种宗教的信仰 而且我有时候想起来 这两个国家 我觉得有点悲观 就是你看的新闻 好像一年炸死一百多人 明年炸死一百多人 自杀是炸弹袭击 无日无之 如果我们往前 往历史回溯一下会更加悲观 怎么讲 阿富汗这样的国家 战争是常态 和平是短期现象 在他的千年历史中 绝大多数时候 不是他打别人 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 怪不得的人民都是战士 这是一个 如果我们说这几年上 我们觉得很不幸的话 那我们往回看 会让我们觉得更不幸 那你觉得本质上上千年来 为什么一直在打呢 这个就是 资源匮乏 跟生存有关系 另外一个 根据是这些人 也有关系 他们常年就是其他国家的 即使他们不是自己打的时候 也是别的国家的雇佣军 他们 先生就要 战斗 他们是天心的战士 战士 战士